人们常说 撒娇女人最好命 事实撒娇是让感情升温的法宝之一 分分钟让对方招架不住 然而 撒娇的度一旦没把握好 也是分分钟能往矫情的方向发展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 竟也聊到撒娇的话题 正如大张伟所说的 这一听起来就是王一博的part 众人为这个话题做了一大推铺垫 准备接受王一博的甜蜜暴击 却没想到备受期待的王一博语出惊人 如果未来老婆撒娇 老公不疼我 老公不爱我 老公不宠我 老公不理我 哼 王一博差不多得了 王一博的回答堪称现实铁锤 还你清醒 钢铁大直男石锤了 这话听起来也是相当欠揍了 要是换别人来说 怕是早就有一狼头抡过去了 当然 有些女生就非常吃这一套 觉得这样的男生很可靠 不由枪划掉 满满安全感 有一说一 这个情景设定似乎跟想象中的撒娇不太一样 老公不疼我 老公不爱我 老公不宠我 老公不理我 哼 这有点嘴碎式撒娇纳威尔 有点过了 略显矫情 在现实生活中应对这种情况 王一博的回应会是反矫情达人们的标准答案 很多人应该会是这样回答的吧 然而 细心的网友发现王一博的话似乎没有说完 差不多得了 别 他会不会是想说 差不多得了 别闹 差不多得了 别在外面撒娇 回去有你闹了 仔细一品 王一博当时说话的语气 也是相当宠溺的 莫名有点甜 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 们 命中 排队 网友 歡迎 Aaron 帮助 我的 我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